我一直喝 一直喝到被人啃 說穿了 我們都想過啃 哈囉 各位安安大明星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安 佟麗安 那這首專輯呢 就是想要大家回到初中 這個歌呢 其實它裡面講到很多是現代人 可能會迷失掉一些事情 比如說可能是一直整一直整 整到最後非常漂亮 可是你是不是忘了什麼 或者是你可能追求一些明根立的東西 到最後去忘了自己是誰 除了主打歌之外 我還會覺得一直喝 因為其實這首歌呢 雖然字面上 常常在節目的時候會被多一個景語 就是飲酒情無過量 然後什麼 但其實我這首歌的意思講的就是 人要試著去放下心放 然後因為很多人在喝了以後飯 是可以比較給你掏心掏肺的了事情 這個呢 要解釋一下 因為紅酒是我上網查過 就是唯一稍微可以有一點健康的酒 那基本上男生一天呢 就是不要超過半瓶 對 所以我第一個是先 如果是健康考量的話 它又可以讓我放鬆的話 所以其實是OK的 但只是我正好可以喝到六瓶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像你很會喝 對你大哥八小時喝 可以喝多少瓶紅酒 沒有喝紅酒 高樑式的方式 不可以喝 我今天 我今天完全不是紅酒啊 它馬上變高樑哥 其實每天晚上都想放棄 真的啊 有時候會因為 一些網友的說話的方式 或者是 有時候聽到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發片啊 好像這個年代做音樂就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我應該是每天都會放棄一次 然後每天又會重新有希望一次 送到每家 為什麼會講到他 因為他真的曲風很多遍 我是有一次聽到他 唱一首爵士風和的歌 然後才發現 哇他好厲害 然後後面又看到他後來的新聞 就是他其實耳朵是快聽不到的 所以他後面有很多的作品 其實都是在耳朵聽不到的情況下去詮釋的 所以我就覺得 你一個耳朵快聽不到的人 都可以這麼堅持的 那我覺得那我 又能夠什麼理由放棄呢 對啊 所以我其實真的有機會 當然有點難啊 因為他在日本 但是有機會還是希望能夠來一個合作 或什麼的 中道美加 有一次我吵架的 真的就是 其實應該是他的問題 只是那個時候 因為他用了一個絕招 他用了這個絕招之後呢 我吵架就一定輸 他就是把我帶到一個景象裡面去 突然間大喊救命啊 然後瞬間就來了警車 這個時候吵什麼都是我輸 所以有時候千萬不要激怒女生 也千萬不要讓他說救命這三個字 唱安安大明星直播的時候 是不是唱歌 有發現一些辦公室同仁的螢幕 不是說我唱歌會分心啦 而是因為 你知道我駐唱歌手當酒 有時候會要注意現場台下觀眾的情況 就覺得掌聲沒了 有點難過 沒有啦開玩笑 但是會跟平常駐唱的地方不太一樣 因為我會很喜歡台下的互動 所以我就看到他們在幹嘛 那所以呢我發現三立的朋友們很喜歡去旅遊 因為我看到他們在Google街道的時候 都會什麼四國啊 然後就直接在看當地的風景 上班的時候 有沒有因為他們在工作啦 因為他們要找資料啊 可能要找一些出外景的一些材料 對不要害我得罪他們 很被發現 對 持續的創作 然後可能因為這個年代 其實不用每次發片都搞得這麼盛大 什麼的 我可以一首一首歌 可能一年發個幾首 真正最後的願望 就是希望 每一個人在你的心情有喜怒哀樂的情緒 都會想到一首我的歌 謝謝每一個聽我歌的朋友 我相信聽我歌的朋友 都需要很大的堅持 因為我隔了很久才發片 四年可以讓一個小學生變成大學生了 對真的 所以我常常在想 謝謝你們的堅持 然後我也會堅持下去 謝謝